临近窄生节,许多食物价格如红椒、大米、食用油、鸡蛋和鸡肉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,并且持续了两周之久。 雅加达东区格拉马特查迪市场的一位红椒商贩表示,曲卷的红辣椒的价格从5万吨每公斤涨至7万吨每公斤。 与此同时,葱和大蒜的价格仍然保持在5万吨每公斤,食用油的价格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,仍然维持在1.4万至1.5万吨每公斤的范围之内。 展现节前一周呢,国内各地区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,在斯拉维西省的马其内市场的一级大米价格就从13400吨每公斤上涨至13800吨每公斤。 一位贸易商表示,25公斤包装的一级大米的价格,以及从33.5万吨上涨至34万.5万吨。 二级大米的价格也上涨了400吨每公斤,达到每25公斤31万5千吨。 贸易商称,供不应求是导致大米节前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,预计在明年的7月收获季节时,大米的价格才会有所下跌。 那么除此之外呢,由于节前人们对牛肉需求的增加且担心价格上涨, 邦家物理动省列港市吉特吉士200公斤的牛肉在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。 商法们表示,目前牛肉的市价仍然保持在14万吨每公斤。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Jelajahi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